欢迎来到BBD解说的 三国沙国战 观众朋友们 你们把你们的弹幕发起来 让我看看 我到底有多少失眠患者 还有多少真爱粉 既然你们弹幕要刷的飞起来了 我就马上发今天第一辆车 主持人玩家的叫香李晨 26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 这边三个女人 竟然是三个女人 三个女人 你们喜欢哪两个女人呢 好 他喜欢香香大桥 迅速的给我做出了答复 我喜欢哪两个 我不告诉你们 你们以后慢慢猜 说不定以后会告诉你们 好了 这边二号位 点一马 得诸葛连努 只要一号位 别过分搞咱们 咱们应该不会死吧 三尖两人刀 八卦阵 不错 提亚一马 我的妈呀 好羡慕啊 羡慕啊 嗯 这边亮应该是没什么可亮的 五国 五国 我给大家的推荐 就是尽量不要亮 这边他选择了把连弩 虚报在手里 啊 一呢 虚报一下 第二防止这个啊 有一些人看见连弩就产生异动 这边有人杀咱们 当然他技能已经开了 暴露了 那就选择了亮架啊 你要是没没开 这边是个黑杀 也就无所调位 是不是 那暴露了 那就暴露了 就选择了亮架 好的 亮了看看有没有人敢来搞咱们 说不定有一个乐贴脑在上了 呵呵 看见没有 这是很正常的 一般手亮了 对不对 一大堆牌的时候 被贴个乐啊 都是常规操作啊 见怪不怪 我坏我容易吗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是这样吗 嗯 不知道 初牌阶段有技能 小胖 G0 这边是把咱们的盾拆掉啊 趁着咱们贝勒 压制一下 七杀过 OK 当然如果你会看独角 你已经知道六号位的 大概身份了 大概武将也知道了 这边无中生有 顺手牵羊 顺这边 雕虫小技 好 卧龙不开心了 表示不许顺 不让顺 干什么 好 这个人一看卧龙出来 自己装个藤衫 表示我误装了 呃 这个啊 咱们捆绑在一起 就不要瞎烧了 就太早回合开始啊 没亮 人倒是夫人吗 呃 这边的话 这个脸是非常蠢的啊 如果卧龙真的是要干你 人家可以烧自己 人家掉异血 你掉两血 所以这个脸呢 非常的智障 好 这边主持人表示 诸葛求无限 那 他不给你反无限 我觉得 我觉得已经是很幸运了 好 求就不要想了 好 卧龙表示我没有 你自己来 啊 卧龙的意思就是 你自己能出来 你就出来 你出不来 就拉倒 我反正是不会管的 好 这边欺杀过 好 打无限 只求你别反无限 好 并没有反无限 那咱们准备报复了 你们这几个屌人 搞过咱们的屌人 什么三号六号 是不是 你们等着死吧 诸葛联农 干他 杀他 然后再继续带牢 刷牌 争取直接把他推掉 不给他任何机会 还有远交 这个牌不错 加一码就留着吧 毕竟对吧 推死三号 后面遇到什么 恐怖性袭击 还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沙呢 木有沙 很可惜啊 这九砂打不出去 那就给他冰柱吧 冰柱他也是 死人一锅 除非他是个蜀国啊 卧龙给他打个无限 他是个蜀国 他 地上不亮都很难受 对不对 那漫游先 来 你不是 这不有黑吗 难道是远交出来的吗 假装自己没有 好 冰柱 冰凉村断 那这个酒就有点 浪费了 他表示留一个酒 扔了一个无限 准备下河搞 这个人也没有选择亮架 那你就待着吧 看看有没有人补刀 不补刀就等着大桥撸死你 这边这个人跑来杀咱们 这个操作呢 说实话很难讲是什么 因为你去杀大桥香香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流离只能把这个人撸死 所以这个人看不出身份来 不知道他是假装 眼下想把这个人砍死 还是真的想杀 那一会再看看吧 吃个桃子 垫垫背 这边顺手牌 他可能 这个就很难揣测了 你就看五号 他怎么认为四号这个动作了 就本来四号的动作就 你就很难揣测 你就能先观望 这边这个人是什么操作 这是有技能啊 这边这个人直接杀六 这是跳无了吧 不然你杀六是几个意思啊 对不对 只能认为你跳无了 他把腾甲还给拆了 行吧 你怕一起受到伤害 是不是 比如说七号位 直接吃个火杀 好 这边都很安静 很安静 那就把这个搞搞五 搞搞六什么的 对吧 好 他也没搞四 因为他觉得四可能就是啊 杀他演一波的 这都没准 当然也许四就是真想杀 好 沃龙表示不要装兽 遗害我 你不会烧自己一下 不就完事了吗 你烧自己一下 他还掉凉血 这边这个人也是吴吗 不知道 反正跳了一个疑似吴国的身份 反正把炮口都引向那边 当然也有可能是鼠 反正我觉得群不太像吧 不知道 但是不知 这两个人 你们不是喜欢托管吗 我直接给你们乐主 你们就托管 就美滋滋了 是不是 你看上回合你们就托管 你看又托管了 这两个人 非常得有意思 他就看 他表示看看你是不是吴 是吴 咱们就大有作为 年轻人大有作为一场 好 沃龙一直表示回合开始有技能 好 他去火攻 他表示那个人你跳吴了 攻你 以火攻之 当然这边都捆绑了 他也不好攻 他也不想掉血 这边也是被乐主 然而天度了 赶紧表身份啊 反正现在唯一友好的是这个7号 一边放了个万键 这个万键也不能说一定飞吴吧 因为大桥已经调整过了手牌 有防御一排的可能性很高的 那边反正都是四血壮汉 无所谓的 就之前香香开AOE也是完全可以开的 为什么 因为全都是四血壮汉 四血壮汉 无国也不是很大优异 这个出手就 有点猛了 有点刚猛了 这个就不知道跳的是什么 也跳了一次吴国 难道你们都是吴国吗 那既然你们喜欢打 你们加油 加油 你们加油 你们打起来 好 张飞表示不能忍了 张飞出来了 哇 瓷熊剑 这 这又不能流离 又不能 那就很尴尬了 非常的尴尬 那看起来张飞第一回合果然是想杀咱们 但是 你不死了 他也没想到流离这把事 是不是 但这个瓷熊剑 我的天哪 太可怕了 再来张沙要去了 真的是不敢让他摸牌瓷熊剑 有瓷熊剑只能选择让他扔 对不对 你不扔越摸越多 就很可能死了 好 这边张合出来 还把咱们围的桃子给偷走了 贱人 然后把一号的八卦阵移走 也没什么问题吧 接下来怎么搞 谁也没有护员 谁也没有护员 好 这边是个小胖子 四血小胖子 大鼠 原来是 这里我觉得关羽 这个打的不好 放权 放权张飞 看见没有张飞挂的瓷熊剑 让张飞把这个香香杀掉 你看 以父之名 这个就出来了 以父之名出来以后 你就不好杀了 真的 就放权张飞 把这个香香干掉 这个张合已经是个废柴了 偷是偷不死蜀国的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你蜀国开团了 需要杀死的是暴将 当你 就你们记住 当你们开团的时候 无论什么国家开团的时候 最先击杀的 肯定是那些暴将 那些不暴将 就是虽然看起来很恶心 但不是暴将的人并不可怕 这边果然是大鼠 这个马带也是 到那边劈了啪啦一顿打 反正就是瞎打 表示只要不打乌龙就行 行吧 果然都是有目的的 这边借助三剑两人刀 戳死的香香 看有没有桃子 张合有个桃子 不知道张合会不会被救 孙坚也不知道有没有桃子 好张合选择了救 张合看到了奶 救活了 对不对 奶一看 发了一个表情 这表情你们懂的 嗷嗷大夫 铁刀杀人 你的肌膜被撕破了 再打诬陷 这个孙坚是不是僵尸猴呢 体位有点像啊 哎 人家是拿不到刀 只能强行把张飞乐住了 因为不乐住张飞 这个雌雄健佑 屁啦啪啦一顿 对吧 你懂的 当然了 还有一次放权的机会 这个小胖不知道会不会放权 还不知道 当然张合也有可能限制住小胖 这都是有可能的 看看文具比赛 当然他可以这个给这个 对吧 香香来个装备 好 来了两个装备 美之姿 好 他还是拆刀 他优先保护自己 我觉得拆雌雄健是不是好 当然这里就不太好杀了 你知道吗 因为张合瞬间瞄给两个装备 这个 这个瞬间瞄给两个装备就 张飞再杀就很难杀了 他可以流离了 你看 这张合拆三斤两刀 其实真没啥用 人家双马 一马双胯 好 父亲 父亲就是还是厉害 再砍一刀 并没有砍中 谁把爆发高不知道啊 对啊 肯定是香香爆发高啊 你们这些人不懂 好 这个沃龙 哎呀 我刚想说沃龙无所多为 结果开了个代劳 代劳还是比较厉害的 这个代劳对于马带 即将行动的马带 基本上就等于一个无中生有 因为他可以把手里的闪都变成想要的牌 是不是 汉夫小二 咱们已经凉血了 他想打死很难了 单纯靠杀 这边只能强杀张合 全军透气 张合能不能狗住 有没有逃 瞬间 瞬间没有 没有那就二打四吧 哎呀 说好的二打四呢 怎么被乐了呀 过分啊 这个乐 好好好 发牌员眷顾 杀不尽的欧洲人呢 发牌员非常的眷顾 请休息吧 爆发一波 这回一定要搞点大作为啊 先把这个火龙最后一张手牌搞掉 然后再放大牌 好 外面没有无蟹了 没有无蟹的话 就可以把那个 赵云的 小雌雄 忽悠过来啊 雌雄剑嘛 对不对 你刚才调戏半天了 现在该该我调戏调戏你们了 是不是 来 过过牌 远交进购 这个人被乐住了 所以可以给远交给他 刷起来 乐住 全乐住啊 全场乐住 换啊 小兄弟 你这个 是不是少摸一张牌啊 换雌雄剑不是可以多摸一张牌吗 这里是少摸一张牌吧 嗯 贴住 贴住 全贴住啊 全贴住 好 全控住 强控住 一会儿在他父亲再扒一下啊 就是 就很爽 好 大蜀国看着人多啊 又有什么用呢 这两个女人加一个父亲就给吊打了吗 对 太不科学了 这里肯定是补牌啊 回血 墓牌 美滋滋啊 又一个拿门 我感觉蜀国就是 已经就是马上要全军覆没了 这个孙天把桃子都扔了 甩出去去杀这个关羽 看来手牌的质量非常的高嘛 嗯 看来蜀国还有桃子 那这有什么用呢 你 你没有打不死人 好 看了一个黑空住 这边沃龙倒是可以把马带放出来了 因为他又新摸了两张牌 怎么又摸到带牢了 不过还好 这回他们的牌子比较少了 不然的话就非常的凶险 是不是 带牢带牢带起来 火杀 强推孙天了 还是个徐胜 那我觉得你们更难杀了 这孙天 我觉得至少还有一个桃吧 刚才桃子甩出去了 至少有一个吧 多了就不知道了 也可能吧 也可能有两个 两个不敢说 这边调戏一波 打打杀杀 真没意思 来 你们再就再就开南蛮 好的 南蛮甩起来 这里先 应该是先把这个谁乐住 把谁能都乐住 冰住 防止那啥 裸奔 万一裸奔了 当然从刚才孙天的手牌来说 应该是还有桃 裸奔了呢 就再摸几张牌 再搞一下 不希望裸奔 因为孙天活着 输送的资源 那是更多的 对不对 哪有谁 对吧 希望他爹死的呢 好的 这边冰凉重了 但是乐天度了 没有牌是没有用的 没有牌是万万不能的 这里 小胖子 没有选择放拳 摸了一张远交 行吧 那这个可以不放拳 因为开远交的话 牌多是有可能击杀到孙天的 孙天继续苟住 苟住 好 还好孙天有个桃啊 刚才香香都没有牌睡了 手里一个南蛮 一个冰凉 一个乐不思蜀 还好孙天苟住了 不然这一波很亏 苟住这一波 但是孙天还是要死 但是临死之前啊 给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啊 还有桃子吗 还有 货挺多啊 兄弟们 这蜀国的货还是真的不少 这里你为什么不给啊 可以吧 那你就给马带吧 毕竟马带先出牌 给他前行开了一个五股 我觉得五股开的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开出任何锦囊 只要卧龙拿一张黑 你就用不出去 这个五股开的很不好啊 不应该开是不是 你看这个乐啊 你这过分的 你开这个五股 开什么五股啊 这个五股开的非常的不好 这个叛了个红 封住咱们 当然咱们也没有逃 那孙天很可能要足 火攻 行了 做出贡献了 但问题是 你好不容易做出贡献 被这边贴了个乐 你这就有毒了 可怜一身胆略 皆随已破黄土 这乐 还能不能再次添渡呢 并不能了 你们一定觉得能 是不是 当你们觉得能的时候就不能 当你们觉得不能的时候就能了 那就 他也没办法 只能这个先狗着吧 留个酒吧 酒还得留 万一被群伏死了 蜀国呢 现在毕竟状态不太好 咱们再看看排队 排也快到排队底了 快到排队底 之前蜀国吃过很多桃 孙天也吃过很多桃 也就是说桃很少了 甚至你们可以记一记 出过几个桃 所以说 是个好消息啊 而暂时他们又拿 咱们没有办法 所以咱们还是有机会的 不能这个 剁了父亲的威名 这个牌 怎么办呢 杀一刀 先调戏一下 哎呀 调戏到一个南蛮入侵 这边换刀了 过牌了 看我的厉害 南蛮入侵 这个南蛮 看看沃尔龙了 有没有无险 这边马代表是我有无险 我先打 然后沃尔龙 你再斟酌 看你怎么打 这就很亏了 这就亏诈了 有国无险的人 一定要手快吗 你的手速 手速不够快 这边 乐重 你的计谋被撕破了 来 杀 拆了刀可以杀了 但是拆了刀就意味着下回合可以爆发 那你敢杀 别人可不敢杀了 是不是 别人杀就要留理给你了 换刀 换无六剑 表示你们都来杀 你换什么无六剑 他们能杀吗 他们敢杀吗 广秀路 广陵二路 水电二路 知道的路挺多 知道什么机场路吗 这边再去判定 他们就是拿这个大桥 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 在这副牌之前 一定要干掉一两个鼠国 不然很可能 就一到下副牌 对我觉得赢不了 就已经赢不了了 当然这里来 这里之前消极了一个神冠石 九冠石 这个就美滋滋了 这副牌 你如果再干不了鼠国 下副牌真的就凉凉了 这里干掉鼠国 很可能就滚血球了 因为这是报将 这里没有桃了 好的 OK 没毛病 小胖也足 这下你们 四个人都打不过 你们两个人都打过吗 一个赵云 有什么用啊 能改善生活吗 换个刀 不换你可以 先把他们乐住 当然要换的 因为那个刀 是可以免费乐出去的 他并没有选择 他觉得下回合在爆发 其实 可以 其实我觉得可以爆发 因为 当然他希望留着 灌石斧下回合去 灌他们 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他希望下回合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就是下回合直接拿灌石斧去灌了 强行灌了 这一支笔 重铸 借刀 这一大波爆发 鼠国已经凉透了 彻底的凉透了 无拗剑 先杀吧 不要先换刀了 因为是灌石斧 所以就得先杀 当然赵云根本就没有闪 毛都没有 其实吧 就是杀中杀不中 只要这几把刀换下来 鼠国是避凉 想都不用想 对不对 这几个刀换过来 你那不是避凉吗 凉透了 凉透顶 杀的鼠国片甲不留 张飞你还不投降啊 好 听话 这局打的也是时间颇长 颇为艰难 好 咱们再看第二局吧 这个主持者玩家的 叫边心包 这个九区的玩家 赶紧录下 这里 如果能选李脸 贾许就非常的厉害了 看看贾许双雄 有没有什么信仰 你们 喜欢这个 发派源吧 喜欢发派源 发派源才会尊重 才会给你发好派 一定要尊重发派源 有很多时候 就是要尊重右手第一张 好 这边重铸一下 扶一马 这得气冰凉气杀过了 没什么说的 杀别人一刀冰一下 没有什么好处 掌扒蛇毛 但是别人就不这么想了 别人就有些人 就喜欢手电 砍起来 关于就是一开局 有人瞎忙三雪的 我以前也讲过了 以我的经验来说 85%以上情况不是无果 还有15% 你就当他是个傻子吧 还有15% 我就当他是个傻子 好 这边 这个人气排过 一代劳 这个人好像有一种 响亮的冲动 是不是 非常的响亮 犹豫了半天 刀扔了 接刀 表示我要忽悠你的刀 他好像不是 他应该不是胃吧 我觉得 他是胃 他可能不太会做出这种动作 而且还留了一个寒冰箭 你看 寒冰箭不是对付卫国的利器吗 他要去看 好 他不让看 你不让看 这个人打你 你打人家 还不让人家看 藏什么呢 骗谁呢 嘿 疯婆子亮了 你说5号 知道谁惹谁了 上来杀了 被人杀了一刀 然后就看了一下2号 就看了一下杀自己的人 结果就被黄元英听上了 还被黄元英发现了 5号真的倒霉啊 点呗 你被黄元英听上了 我许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里咱们肯定是不开帷幕的 他也不回来打 你看这边果然是个胃狗 望望望 看看这个胃狗出来 黄元英是对他有兴趣的 还是继续对5号有兴趣 但是胃狗好像离得比较远 继续对5号有兴趣 5号并没有选择卖血 咱们要一个飞味 5号真的是倒霉 哎呦 我躺英泽出来了 和夫妻可能 这个夫妻关系可能不太好 对吧 这是你们懂的 我就不细说了 诸葛亮只能对吧 给这个下架看一看 好 两将 拆一下准备 对四5号决斗 好的 5号再见了 小兄弟再见了 还能不能活 有什么神奇的武将可以活吗 有 别紧张 还有老夫呢 活了下来 刀呢 二哥的你的刀呢 再捅了一下下架 黄远英 打完就错管的习惯非常不好 哎 蜀国三连坐 仿佛又是打蜀国的局啊 顺手牵羊 红顺 红顺就顺吧 主持久本来是没想开技能的 然后一看跑走出来了 红顺自己下开一下 怕被连是吧 正常 但这个人找了半天 好像毛都没找到 鬼找了三个桃吧 我猜的 过吧 杀一刀 杀一刀这个 黄中没意义 杀一刀诸葛亮也没意义 都没有意义 就不杀了 张辽 寻语 好 搞死五国 搞死他们 巨虎村狼 让他老公打他老婆 对 家暴 打 狼死了 打 再杀一刀 杀一刀这个庞桶 然后呢 然后呢 万箭齐发 把花头收了 花头真的是惨 太惨了 呀哈 这边又出来个魏国 这是什么 张角 雷公 help me 陆皮黄月英 让你们打我们家花头 我报仇来了 我还是一达木唐春 这黄月英什么牌啊 爆发了一波 啥都没有 要啥啥没有 难道就一个桃子 被张辽偷了吗 真机 小身板 花头再见吧 走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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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局势是会朝着魏国的方向走呢 还是蜀国的方向走呢 还是群雄的方向走呢 犹未可知 这个八卦阵不好使啊 水货 水的一逼 再一个 藏藏好吧 让魏国继续去打这个谁 黑顺让他顺 都是垃圾 来 你把神灵挂起来 有种你挂起来 好 没种 真机令 你讲会是什么呢 仿佛兮 仿佛兮若青云之毕业 张角我感觉他没有黑 有黑他会把顺手改了呢 不然反正也是顺他吗 或者说真机就不顺留着 如果真机排多的话可能就顺了 排少他就留着吧 好张角 周氏 这就有点强了 决斗 干掉黄月英 还有没有逃 还有没有逃 这庞统 果然是制衡了三个逃 啊 张角你怎么回事啊 你 过分了 这 这太过分了 这真的是过分了 给了黄月英机会 还好这边无险到黄月英的远交 我的天哪 你这 这怎么回事 黄月英杀了不是 是不是更好一点 好张角表示 愧对这个 皇天父老 所以羞愤难当 托管 出血与善 你托啥管啊 你托管人家不杀你吗 对不对 那你就再见吧 这感觉太难赢了 好张角 当然这里可以不亮 因为亮了 他就收两张牌 是不是不太好 看他有没有杀 这边竟然是个司马 还不错 你看张角有杀的 要不然张角能收到黄月英的 唉 可能这下就要变成 卫国的局了吗 难道 那要不信仰一波吧 这必须信仰一波 三张黑 这必须就教你们 什么叫欧洲人嘴脸 要红来红 因为这里不恢复起来 不收药这个什么 接下来把寻遇打死吧 因为这个 你不然的卫国联动 又基本上很难搞了 他直接乱舞 准备收掉寻遇 张角你就随风而去吧 小童子 要你何用 这个人托管托管的 还离开 这样还把旁虫打进盘的 也不错 把寻遇收掉 但是接下来会面临一个 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 很可能 蜀国一会儿 除非真机司马回不起血了 如果真机司马回不起血 蜀国会对真机司马感兴趣 一旦真机司马回不起血了 面对咱们这个小脆皮 他们肯定会优先激活咱们的 但没办法 只能强行开个陶原 自己血也少 本来是 如果自己那什么的话 不希望真机司马回血的 看真机司马 因为真机司马的爆发太强了 你打打看就知道了 是不是 打得多了也知道 是不是 非常的可怕 你看自己还有陶 又起了一套神装 这个贱人 你看蜀国 蜀国就看见这套 就不想 就不想动他 你知道吗 我觉得诸葛亮回来杀咱们 这就很尴尬了 间接性的被绑架了 当然绑架不绑架这种东西 完全在于你自己 看你自己怎么对待 怎么处理 反正局势 看蜀国 当然也可以看蜀国的态度 好 蜀国的态度并不友好 只要杀咱们 那这个就非常的不友好了 黄忠你别摸红沙了 咱们摸红沙的游戏玩不下去了 好 黄忠够意思 黄忠表态了 说不打假许打真机 那黄忠 你看黄忠手牌都没一出都表态 咱们也表个态 这也必须表态 你杀一刀司马 反正也等于老眼 没什么用 但是呢 你的意思就是我不杀鼠 你鼠国不要了什么 咱这里 对吧 真机司马 你反的这么强 你就做好一打三的准备吧 也没什么 这假许也没办法 这是一种自保的办法 你要是想赢 你就打吧 你就把黄忠和假许都打死 这就是你 当然你如果有本事 直接把假许打死 进入EV2 也是可以 对吧 反正你自己来打 中规这些人都要打的 没什么毛病 好 这边看起来黄忠好杀 还是能去杀黄忠 杀中了 美滋滋 顺就让他顺吧 顺没啥好顺的 诸葛亮也没什么好牌 老司机还是非常强 心向凶险 这样的话 诸葛亮应该你 总不可能再杀假许了吧 第一 假许旁统做表态了 第二旁统已经被打成狗了 你要是再来 那就那就只能送位了 好 他把连弩 连弩弄成一个 那个什么 一个什么 几上啊 难道把桃子给那什么了 三上 三上 桃子没了 桃子被判没了 是吧 迷之操作 你把连弩搞掉是好的 对不对 黄忠还是很危险的 下了真机的刀 但是真机落神 找到刀是很容易的 真的是非常容易的 远交进贡 远交一下旁统吧 肯定是不能远交老司机的 不然老司机越来越可怕 杀一刀 他想到主动卖血 可能有桃子把咱们盾拿了 直接搞咱们 万箭就不开了 万箭不要开 这里万箭千万别开 开了没有任何好处 只能帮诸葛亮 不是帮那个司马 天命之子 这里牌越来越多 我感觉他应该是有桃子的 所以寻求主动卖血 另外下了假许的人王盾 一会也好杀 不然永远下不了 另外他可以加大爆发的概率 你看他是不是 留了一张牌 还没有改 就知道他有没有桃了 你看他肯定有桃 他有两张牌都没改 说不定还有一个桃了 拆 这张手牌 几刀 砍一刀 这里甚至可能要救黄忠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黄忠的话 怎么都杀不动这个真机了 怎么杀真机 虽然自己这里要被戳 但没办法 就是他 他死了以后 你说关羽和贾许两个人 怎么杀真机四马 砍都砍不动 砍的是个寂寞 只能依靠这个老黄忠 强中这个真机了 这是唯一可以 对吧 盖特的这个点 然后这边关一下 这个诸葛亮也不靠谱 不要指着 反正他是一个准备 混场赢的 来你混吧 你跟庞总混 你看能混两吧 砍一刀 黄忠 给他乐住还不错 然后黄忠这边中一下 吃个桃 这回应该摸到桃了 不错 摸不到红桃 如果他这边被乐 他怎么不反馈了 怎么回事 你作为boss 现在你想赢 你就必须得这样 当时人家肯定该救 还是要救的 对不对 要不然你也是赢 没有黄忠 谁能打穿你 他竟然没有反馈 难道是守财了吗 这个乐还是比较关键的 他很可能出不来 好 果然是之前手里 还是有个桃子 那就算他出来 也等于他那个桃子什么 好 这里他生气了 他这里生气了 你生气也没有用 这不是你生气的事 这卧龙 这个诸葛亮 为什么不把刀打了 要掉血了 可能他觉得 贞金司马放弃了 直接把贞金司马砍死吧 贞金司马是生气的 但是那你想打假许就打呗 你打也一样 反正你终归都要打的 我觉得你没必要生气 你就正常的打 你看刚才 刚才他难道不反馈 就是因为生气了吗 不是你正常打 你还是有机会的 你排越多 你爆发起来 对不对 你就很可能一波 把他们打死 这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你刚才去杀黄中 比较好 你不是说因为生气 就要杀贾许 贾许肯定有闪 扔过闪 你杀黄中 戳贾许不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 好 不打了 不打了 放弃了 放弃了被打死了 他被打死了 接下来咱们好像 并不是很好赢 关键是没牌了 没牌了怎么办 没牌了怎么办 我记得以前 有朋友跟我说 什么别人 别的什么人 做视频说什么 没牌了就得放弃 这不能放弃 信仰 什么是信仰 你放弃就没有了 信仰 来 这就叫信仰 看见没有 什么叫信仰 这就叫信仰 决斗死他 河北上将 对吧 这必须信仰 你不信仰 你摸两张牌 是没有用的 打不死 好吃到一个桃子 狗柱 当然剩一个诸葛亮 也不太好打 但是不虚 为什么 这诸葛亮 我躺赢 没人带你躺赢 他就赢不了了 表人摸了个桃子 不过快到牌队底了 好消息 以柱柱之前的关心来说 牌队底应该很多 不利于他的牌 这个牌 好弹疼 就别拆了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你拆他 他也能找到杀 好 一上 杀一刀 手里还剩张什么牌 还剩张牌 打不出来 不知道 那就是 你要不要信仰不行 他因为有刀 我觉得这里不应该信仰 应该摸两张 因为他有刀 你决斗不过他的 就直接摸两张杀他就可以了 尝试着杀他 好的 杀一刀 杀中了 你手里卡了张什么牌 又是一上 他每个鹤都一上 找到个刀 又卡一刀 又卡了一张牌 他每个鹤都卡一张杀 没空那张牌都是杀 那这一刀能不能杀死 就非常关键了 你杀不死他就是他死 咱们看看诸葛亮 到底神志关心 到底是什么 反正看底牌 好像都是杀 弄来弄去 你看这他又摸了懒懒插 都看不到牌了 没什么 直接就退出了 过分 简直过分 好吧 你就这样吧 如果再看 就只能从头再放一遍了 那就有点过分了 已经30多分钟了 是不是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